本节目有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总谈酒客 谈你好 拜友好书宝 刘正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宾 节目开始之前 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警示快讯 编语男友一言不合 女子凌晨寻短跳河 10月25号凌晨2点45分 在北镇市沟邦子镇某大桥 有群众发现一名女子跳进了河里 沟邦子派出所的值班民警董浩文讯后 立即和几位同事赶到了现场 我们第一时间到了现场之后 网络用那个抢红手电进行在现场搜寻 搜寻之后发现了这个女子之后 开始看见这个女子 就是头目浮在那个水面上 浮在水面 完了旁边有些衣服 咱们就是认定她就是这个人 然后咱们进行呼救 呼叫呼叫之后 呼叫多方呼叫 这个人一直没有反应 由于深夜河水的温度已接近冰点 女子长时间浸泡水中 极有可能因为湿温而发生意外 值班民警董浩在前面拿着长棍 探查着前方的水深 其余三位同事手拉着手 伸一脚前一脚的 向水中的女子走去 因为那水一包当时也不知道多深 水里边都是淤泥 咱也当时就是三个人下去下去 然后拉着什么去 去走到那个女人的那个地方 女子被救上岸之后 生命体征已经极度微弱 董浩赶忙把自己的警符盖在女子身上 边施救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救上来之后她已经这个浑身发走 然后这个头头白沫 我感觉她就是冷 动着了 过一会儿要是人来之后 我们就是防御20用参加 被她踩到这个救援车上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 女子终于清醒了过来 据了解 该女子是因为和男友发生了一些矛盾 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从明晨两点多钟开始 一直到早晨六点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女子交给家属之后 我们直接就回单位了 接下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 王女士就问了说 我与房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到期前房东卖掉房屋 要求我搬出咋办 律师回答说 在租赁期间 租赁物被卖掉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协商不成可以起诉 要求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如果您有涉及合同 房产 债权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是温柔还是欺骗 男子身陷冰火两重天 真假难辨 局中人无地自容 您说的神秘女友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辨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 方险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师 各位好 我是于彬 照片中呢 这个坐在民警面前 面带笑容的年轻人 叫宁秋 宁秋告诉民警呢 她跟女朋友交往了几个月 最近呢 总感觉对方有点不对劲 宁秋说呢 她来派出所不是报案的 只是想请民警 帮她判断一下 对方是否在欺骗自己 那么 这个宁秋和女友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月15号 一个自称宁秋的小伙子 走进了封城市公安局 上一派出所 她找到民警 讲述了一段 自己的离奇经历 宁秋回忆 2月初的时候 她通过封城本地 一个棋牌微信群 认识了一个女孩 两人随后家围了好友 她说她叫陈黎赛 然后她说她是通常人 然后住在富裕中央 再卖了什么化妆品 两个人挺聊的感觉 宁秋说 从护家微信好友开始 两个人几乎每天 都会在微信上 狂聊几个小时 她感觉自己 跟这个女孩特别谈得来 之后 对方常常主动 给宁秋发来照片 有生活中的自拍 也有和朋友在一起的各种流影 照片上那个青春靓丽 充满活力的身影 让宁秋很快就喜欢上了对方 没过多久陈黎赛突然向宁秋提出了借钱的要求 女友开口了 哪还有不愿意的 宁秋毫不犹豫地 直接将2700元 给陈黎赛转了过去 宁秋说 那时她特别想跟这个 让她心动的女友见见面 但是却始终没能如愿 要尽面膜 在这货款 我每次叫她出来 一起的 比如说出不来什么的 小学里面 不醒啊什么的 虽然无法见面 但是听到女友如此温柔的声音 宁秋的心里还是充满了甜蜜 然而很快 女友再次告诉她 家里出事了 面对女友的伤心和痛苦 宁秋的心瞬间就碎了 她毫不犹豫地 立刻给陈黎赛转去了 一万五千元 两人的感情随之升温 不过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让宁秋慢慢开始产生了疑虑 从头到尾说 没有是说要还的这个意愿 又没有还过一次钱 就是从认识之后到确认关系 然后确认关系之后就开始要钱 各种理由要钱 借钱 一看我们就觉得 这个百分之八九十 就是一个电信诈骗案 然而对于民警的说法 宁秋认为 这并不足以证明陈黎赛就是真的在骗她 并且再三叮嘱民警 一定要暗中调查 为她保密 那么这个陈黎赛真的会像民警推断的那样 是个网络上的骗子吗 得知女友的奶奶在南昌住院 身边又只有她一个人在照顾 于是宁秋决定立刻开车赶往南昌 而她的这一举动也让女友心起若狂 可是当宁秋赶到南昌时 女友却告诉她 奶奶突然病情加重 已经直接转院去了上海 她马上又说我已经转院到了上海 并且跟上海人共享手机微信共享位置 上海人眼看也确实也是在上海 我说的时候 她跟我说她奶奶病情严重 她夫妇啊什么的都不关心 不关心她奶奶 然后她爸爸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然后公司里面一下拿出那么多钱 然后她说这边住院 现在需要三万多 现在目前就一万多一点 那我先拿两万 于是宁秋再次给女友转去了两万块钱 那么宁秋深爱着的这个女友陈黎赛 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们经过逐步查询 发现这个微信号 实名认证是一个叫陈金赛的男子 两个名字只有一个字相差 民警发现这个微信号的使用者陈金赛是贵州人 宁秋所有的钱款也都是转入了他的微信账户 那么这个陈金赛和陈林赛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经过调查 民警确认陈林赛这个人并不存在 而陈金赛也与宁秋毫无关系 嫌疑人很可能就是利用这个陈林 陈金赛的这个个人身份 就是注册微信号 然后进行诈骗 从二月份到五月底 尽管连一面都没能见上 宁秋却陆续转给了女友近六万元 那么这个陈林赛到底会隐藏在哪里 民警要怎样才能把他找出来呢 随着追查的展开 民警们很快就感觉到 这次他们遇上高手了 它是境外的时间和地点的 就是说不稳定 有的时候在其他地方 两个小时以后 又在另外一个不可能大打的地方 这个IP不断在这个变动 这种嫌疑人就是比较专业 警方推断 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 具有恶殊技能的犯罪团伙 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诈骗 这个是肯定的 随后 民警对陈林赛微信朋友圈内的 所有人员进行了筛查 很快 一个小小的细节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发现 其中有一个朋友圈中的人 曾经登陆过陈林赛的微信 他虽然只登陆过短展的一次 但是在我们看来 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说他不可能 别人用他的手机去点灯微信 这个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存在 6月18日深夜 民警最终确认了 犯罪嫌疑人 住于南昌市的一个民房内 民警们赶到时 立刻就察觉到房间里的异样 我们当时觉得 这可能是 有十多个人 或者是七八个人的 犯罪团伙 他们同时实施杀变 有一个人是吧 关举带 回头 可以啊 收拾正好 进去以后呢 有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是住着一个女的 另外一个房间呢 是有两个男人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呢 就是认为这个嫌疑人 是这个女性 看一下啊 收拾正 什么东西啊 公安团片 收拾正好 但是呢 后来经过我们的筛查 发现这个 真正实施诈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是一个男人 就是我们当时也觉得很 很惊讶 很惊恶 面对民警 游文斌承认自己实施诈骗的 犯对事实 并且自始至终 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进行 游文斌承认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他确实在一家专门从事 网络诈骗的公司干过 疫情发生之后 公司解散 于是游文斌就在出租房内 开始独自尝试实施诈骗 据警方调查 短短几个月 被游文斌诈骗的受害人 已经有20多个 目前案件还在继续核实当中 我想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做了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这样 不会做办法事情 而当得知自己曾经付出真情 苦苦深爱的女友 竟然是一个男人的时候 宁秋瞬间感觉极度震惊 和难以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